萬眾期待的大熱劇集《使徒行者3》 這日正式開拍了 重返劇組的林峯和周柏豪 馬國明 許紹雄等 這日都有份開工 雖然現在天氣很熱 但都絲毫無損大家的熱情 阿峯都說很開心可以見一班拍檔 很期待 因為見到很多同事 剛才跟馬明聊過 原來對上我們合作是 他說十年前吧 差不多 接近了 我想很久之前 這次有沒有都可以透露給我們大家聽 故事大概有關什麼 因為《使徒2》和《使徒1》 中間其實是空白了一些時間 是串連了1、2 所有角色之間的關係 再詳盡一點給大家知道 你自己的角色會不會有什麼不同了呢 角色應該再成熟一點 再成熟一點 因為經歷又多了 不過都挺坐中複雜的 因為演員又多 劇情也挺複雜的 雖然有不少觀眾都希望林峯演的 爆竊和蛇詩曼的釘姐 可以在新一集再續成員 但阿蛇就因為當期的問題無法參演 之前有傳蔡司貝會頂替阿蛇做女一 但劇組最後宣布 由17年中華小姐亞軍林宣宇擔正做女主角 還有傳阿楓點名要外表清純的林宣宇做女主角 不過阿楓就否認有這樣的事了 因為我是試造型的時候 我才看到其他角色 我沒有參與 但認識了其他演員嗎 初步介紹了 因為我們一起對劇本 一起開會試造型 到正式開工的時候 大家再去磨一下吧 今次會不會有很大量的打氣 我想是小不免的 小不免 困難就天氣很熱 是啊 不過幸好室內比較好 在第二集的大結局中 以陳豪弟弟身份短暫出現的馬鳴 這天染了一頭灰髮 外形啪到爆 馬鳴在新劇中要演一個奸角 他也很喜歡這次的新髮型和新角色 我自己也沒試過做到這樣的顏色 是啊 你覺得怎樣 我挺有趣的 我也挺喜歡的 是 因為我見過有些男生 他很年輕的頭髮就灰灰白白 是啊 但他灰白得來很雲巡 是 我經常覺得很有型 你想驗很久 你會不會是 驗就很麻煩 因為這個顏色是經常脫的 很快就脫了 經常要補 但我經常覺得天生就真的挺有 但你今次在裡面 是不是真的壞到不得了 還是怎樣 其實又不可以說他壞到不得了 他始終是有一個原因 當然那個原因我又不可以太快傳給觀眾聽 我經常覺得 我經常都不介意做一個壞人 但只要你是有一個原因給他壞 不是無緣無故天生就灑人放火 那隻壞 如果我覺得是有一個原因給他壞 我覺得壞人其實也挺有魅力的 Ben 史雄在前兩集演的歡喜歌 全都夠入屋 觀眾都很想知道 他在新一集會有什麼新故事 Ben 史雄都有跟大家率先制劇 透了一點點內容 我這集是這樣的 我這集是接到試圖一 試圖一 為何你沒有死 被人救了便沒有死了 你對 然後在其他地方 沒有死後便去了其他地方 然後又回到來 表面都是做一些不好的事 做表面而已 但內女其實是好的 內女都是救這個世界的